接下來是一個我們教過的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就是化學反應前後質量不會改變 就是因為化學反應前後質量不會改變 反應物的總質量等於生成物的總質量 這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但是要注意這必須要把所有東西都算進去 那這個很簡單 用根據道爾吞的原子說 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數沒有變 所以反應前五個氫 反應後五個氫 反應前三個氧 反應後三個氧 東西都完全一樣 所以當然質量就會一樣 所以質量會守恆 不會改變 但是我剛剛講的你要注意 必須要所有東西都要算進去才可以 所有東西都要算進去 不能漏掉 如果你有漏掉的 這樣就不會守恆了 如果你有漏掉就不會守恆 那通常要在所謂的密閉 而我們這裡所謂的密閉 不見得是把東西封好 完全封住不用 這個密閉的意思是指 東西不會進出 不會有東西跑出去 不會有東西跑進來 這樣就叫做所謂的密閉 不見得要封起來 不見得是要封起來的 OK 來 我們看這個例子 這是個開放的空間 我去加熱方糖 你可以從圖上看出來 我反應前 反應後 反應後的砝碼比較重 方糖的質量怎麼樣 減少 所以你會覺得我反應完的質量會變少 會不會變少 為什麼它的質量會變少 好 那現在反過來加熱鋼絲絨 看到最右邊的土 鋼絲絨變得比較重 這質量增加了 所以好像質量不守恆 一個質量有變少 一個質量有增加 這是因為你沒有把東西都算到的關係 好 那如果我在密閉的 在這個鋼絲絨裡面加熱這個方糖 欸 質量就沒有變啊 質量就沒有變 沒有變 一樣 好 那或者加熱鋼絲絨也是一樣 也不會變 我把它鎖起來就不會變了 OK 那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剛才質量有增減 現在質量沒有增減 是 然後這個沒有密閉 沒有封起來 沒有封口 一個是碳酸鈉 一個是氯化鈣 到它去會產生一個碳酸鈣沈澱 這個沒有封口欸 它還是左邊質量等於右邊質量 質量也守能欸 這沒有封口啊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 因為你在前面在加熱我們的方糖的時候 它有水蒸氣跑掉 所以質量會怎樣 變少 變少 你在加熱鋼之後是跟氧結合 所以氧跑進去多了氧 所以質量會增加 然後你在密閉的空間做的時候 那這個水蒸氣跑不出去對不對 氧是原來裡面的氧對不對 所以呢 就沒有東西跑進跑出嘛 所以質量就會說手橫嘛 所以前面有針鹹 這裡不會針鹹 那這是有封口的 是不讓水蒸氣跑出去 不讓多餘的氧跑進來 那這個呢 就不用了 為什麼不用 因為碳酸鈉是容易 氯化鈣也是容易 然後呢 碳酸鈣就沉澱 沉在這個瓶子裡面 沒有跑掉 然後剩下的氯化鈣也是容易 所以東西都不會進出嘛 不會跑進跑出 不封口也不會進出嘛 所以這樣它還是會質量守橫嘛 所以我剛剛那一講說 質量守橫就是反應前的總質量 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但是必須要全部都算到 它才會質量守橫 通常要在密閉的環境中 而密閉的意識不是一定要封口封處 是東西不要跑進跑出 像現在這個圖一樣 它不會跑進跑出 就叫做密閉了 就OK了 它就質量守橫 那考慮題目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說 我原來有多少課 後來有多少課 那這邊有A B C 多少多少多少 後面有C跟豬 然後C多少 然後你豬多少 那就是質量要怎樣 左邊質量等於 右邊怎樣 反應前總質量等於 反應後總質量就可以了 OK嗎 可以嗎 這直接教過了嘛 可以嗎 可以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